中国的留守儿童到底有多少 这个问题是近十年来一直困惑着我们这些做新闻的人的一个大问题 各部门的数字都不一样 一刹能刹出两千多万去 于是你引用权威部门的可也是大约这个概念 而且都是好多年前的老数字 目前这个问题看样到了有靠谱的准数的时候了 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日前刊发 关于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的通知 决定从2016年3月底至7月底 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 这是我国首次对农村留守儿童开展摸底排查工作 这是好事 数字一旦有了工作开展起来的针对性就强 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 数字它是动态的 每年都会变 而且还是要靠谱 并且让人心中有数的政策来对应 才是治本的关键 但愿这次摸底排查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好了 接下来咱们共同走进本周 本周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的后续进展 仍是舆论高度关注的焦点 周一经国务院批准一个包括食药监总局 魏纪委公安部监察部等多部门人员在内 并下设专家委员会的联合调查组成立 同时国务院还成立工作督察组 对调查工作进行全程督察指导 当晚联合调查组赶赴山东 据悉调查组即将展开的工作将涉及七方面内容 其中包括彻查问题疫苗的流向和使用情况 全面查清案情 严惩重处涉案人员 并对失职独职行为严肃问责 做好涉案疫苗接种者风险评估 组织专家研究提出针对性分类处理措施的 包括后勤机关人员在内四千多名交警 全警上岗 此外还有众多巡警和派出所民警的权力配合 本周在道路拥堵形势严峻的上海 一场为期三个月的超长措施整治行动 正在进行 目标直指乱停车乱战道乱变道等十类交通违法行为 有人拒不配合民警执法 有人驾车逃逸 有人动手殴打执法人员 获取一周的行动中 上海共发生39起抗拒民警执法案件 51人受到处理 而除了诸多个体交通违法行为 短期内被集中呈现 人们也注意到 学校医院等地正式交通拥堵 违法行为多发的关键之所 显然未来如何将这一场超长措施的整治 转化为常态常效的治理 如何在严查违法行为之外 解决更多导致拥堵的深层次问题 都将是上海以及更多城市面临的考验 近日上海市市长表示 尚未考虑通过单双号限行和收取拥堵费等手段治理拥堵 而希望通过其他更好的方法解决 人们期待 眼下这场整治行动将是寻找更好方法的一个开始 自年初以来 一线热点城市房价一路飙升 而真正承受去楼市库存巨大压力的三四线城市 却始终难有起色 如此冰火两重天两极分化的房价走势 愈发令人不安 如此背景下本周各地纷纷推出或刹车或给油 意图明确的调控之举 在领掌全国楼市的上海和深圳一系列措施意在降温 主要手段包括提高二手房首付比例 限购升级 强化市场监管等 其中上海将二套房首付比例从原来的四成上调为五成到七成 非户籍家庭购房所需缴纳社保年限有两年提高至五年 在江苏 一些借助假离婚取得购房资格的现象也将被延查 而与此同时 备受房地产库存困扰的沈阳则连推二十二条新政刺激罗市 其中虽然一度引发争议的高校毕业生零首付购房最终被删除 但还是提出针对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购房 不但免除弃税 还将给予每平米两百元的奖励 此外针对成因更为复杂的天价学区房现象 北京开始加大查处力度 多家房地产中介纷纷下架 以学区房为主的高价房源 称呼在尾卖单价超过十五万元每平方米的学区房 然而在教育资源顾及未解之下 学区房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炒作神话 能否就此终结 仍待观察 春天又来了 很多人要出去旅游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 这个时候与旅游有关的新闻也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 这不 凤凰古城马上要不收148块钱的大门票了 进古城不花门票钱了 迅速成为媒体报道的内容 从4月10号开始 也就是下周日 暂停凤凰古城围城设卡的验票方式 大门票没了 里边的小景点是自己收自己的 可是起码进城它是自由了 回头看 其实这个禁古城收148块钱门票的政策 至今实施也才三年 而且三年前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就显得有些里外不讨好 外面的游客不高兴 里边的商户也怕影响游客量 进而影响自己的生意而不高兴 但是这个政策还是在人们里外不高兴的环境下出台了 为何三年过去要暂停 不收大门票了 又如何里外双赢呢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自由进城 我们家一直就是卖绣花鞋的 卖了11年了 这里的空气也好啊 景色也美啊 是吧 能在这做点小生意啊 也很难意的 我觉得 现在我们已经亏了两三年了 这个店 反正我们等就等了这一天 不收门票了 我们也不用亏了 周双芝在凤凰古城经营着绣花鞋的生意 2013年4月 古城开始推行大门票制 游客进城就需要购买门票 此后的三年 周双芝的顾客减少生意变得冷清 这或许是他生意最艰难的三年 而本周三 他一直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 凤凰县政府宣布 从下周日开始 暂停古城围城设卡的验票方式 进城恢复免票 进沈从文雇居等警区才需买票 周双芝回忆 大门票制实行之前的2012年 他的生意和古城的火爆程度一样 都达到了顶峰 古城游客接待量从2000年的57万 上升到690万 但是由于逛城免费 凤凰常被旅行社作为免费景点赠送 许多游客只逛城不买票 没有收门票的时候 当时人是特别多 反正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 就说你到什么某某地方景点来游玩 我送你一个凤凰古城 在这种背景下 2013年政府实行围城售票时 声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黑岛游扰乱市场 拉客载客现象严重 游客投诉率高 第二个是古城人马没换 游客量远超承载量 但当时舆论对于此举最大的猜测则是 尽管2012年旅游收入达到了53亿 但政府难以从中获利 因此便希望圈城卖票 古城一年收上来的税收有多少 大概 才600多万一年 你这50多亿你就按这个3% 你也应该说1亿6500万 富环大概现在有着1600家的经营商户 大概1200家是没有办证照 没有交税费的 拥有古城八个景点经营权的叶文志 在这次采访中表示 古城商户发展太快 四分之三没有资质 政府短时间内很难从他们身上收税 丽江等地通过住宿费收取古城维护费的方式 也就无法效仿 叶文志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还透露 古城每卖出一张148元的门票 政府从中获得的税费收入在60元左右 占比超过40% 一实行封闭管理之后 就相当大一部分 它就转化成了白花花的银子 所以对于政府来讲是构成了很大的诱惑 显然政府和商户算的不是一个账 政府希望买票的游客越多越好 但在商户眼中 买不买票不要紧 人多了就好 而一旦围城卖票 客流就会减少 在2013年的五一假期 他们的生意就遭受了巨大打击 如今整整三年过去 不少商户表示 2013年的五一的确是个极端情况 但三年里营业额下降 也是常见现象 比起13年之前 就是少了大概20%左右吧 大概是30%到40% 2013年的三月份 没收门票之前 我一个月可以卖四五万块钱 然后收了门票的话 2015年的 我那一个月三月份 卖了20567 就是少了一半 从周双之保留了十年的账本中 可以看出2013年的门票改革是个转折点 这前后的收入差距将近一半 除了这家古城内的店 周双之还在城外 红桥附近有一家同样的鞋店 两家店一对比 就更看出城里的冷清 如果红桥上面我们一年能卖80万的话 我们这里一年能卖30万 假如说我这个店以前一年赚个20万 现在一年 就说只要保个本 与商户的账单不同 凤凰县政府则给出了另一份光鲜亮丽的三年账单 古城的门票收入从2013年的1.7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3亿元 如果按照40%的比例计算 政府从门票中提取的税费收入就已过亿 而另一方面 与商户直观感受不太一样的是 在政府的账单中 古城客流量也比2012年的600万人翻了一番 2015年 我们的凤凰旅游人次来达到了1200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到103亿元 当然这些居民反映 这个设卡盐票之后来居民收入 那如果认为呢 还是跟他们的经营利益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你一家生意不好 那就是你还可以找理由 对不对 但是大家趋势是这样子 那肯定就是有这种原因了吗 两本账单两种状态到底谁的有问题 政府在计算着自己的账单时 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商户的账单 当地在这次暂停 进古城收大门票的过程当中 态度非常值得琢磨 过去三年的大门票政策 他们一方面不仅不承认是错的 反而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收入还增长了 可是一方面却又暂停了这个被他们认为很正确的政策 那又是为何呢 说不清楚 但是三年之中 更多人的不满意却是事实 网上流行一句话叫 好女不嫁凤凰男 因为每次上门都要钱 背后的故事是一个当地的小伙子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 要让他交148块钱的门票钱 在这个段子的背后其实说明一个问题 算账不能只是简单的算 综合下来是好还是不好才是该算的大账 不过这时候得提醒大家 这次不收大门票当地可叫暂停停 暂停停 那长期呢 不应该去就是说 设那么多卡 包括人家旅游都不舒服 等下又会收门票 正在加工雷查的周祖辉是凤凰本地人 他在凤凰古城内有9个门面 2013年凤凰古城开设围城设卡时 他作为商户代表参加了县政府组织的座谈会 担心声音会受影响 因为我们没那么多 包括有的收费是在门口 肯定会受影响影响 在周祖辉的回忆里 凤凰古城实行一票制的第二天 就有商户因为不满一票制政策而关门歇业 但他本人却并不赞同这种过激的行为 对于营业额的下滑 他也认为不完全是收门票所导致的 现在的三公共消费比较严格 然而加上现在经济的大环境 包括不是很理想 可能跟很多方面有关 凤凰旅游投诉率 如果说旅游乱象不去把它管控的话 可能不利于凤凰旅游的持续发展 应该整治旅游乱象 尽管有着类似于周祖辉 这样想法的商户只是少数 但在凤凰县政府开设围城设卡时 这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 第一的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 第二是为了加强股存的保护 当时我们野岛一度达到了1800多人 批于经典的无需开发 由此延伸的什么一次通考 机客载客高额回客 这种事件下来比较严重 规范市场秩序 这当然是一个合理且必要的举措 但政府是否该采用围城设卡 如此简单的方式 却始终被外界和当地商户及居民所质疑 规范节目 他决定权是原住民 是当地民众 而那么政府可以来牵头 可以来引导 可以做各种调研 然后把大家民众的主体的意识 主体的一个就是这种决定 能够建的凝聚成一种共识 最后来决定选择发展道路 政府是否可以单方面决定收费 这是古城的商户们一直困惑的问题 66岁的向云芳是凤凰古城商会的会长 在过去的三年里 他和商户及居民的代表先后九次与政府座谈 我们谈的就是凤凰的旅游怎样发展 我们商会的下面的会员跟我们一起都是同意了还是取消这个门票的好 大家在这里面的做生意的还是希望这里面人多一点 要是卖景区门票的话 他人家旅游的客人都不方便 出境的也是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大家都希望预成这个旅游 不要受环境的限制 围城设卡 游客减少 销售下降 这是商户可以预想到的因果关系 抗疫协商 也只是他们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不得以为之 但他们并不能很准确的判断 政府的行为到底有什么不妥之处 而事实上 凤凰县政府做出的围城决定 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经营环境 真正有权反对的是原住民和那些被引进的度假休闲业态的投资者 因为人家是看中你这样的投资环境 你也给了一个投资环境的承诺 比方才来投资的 那么你这种政治的改变以后的话 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是有极大的一个改变 那么对于当地那个投资者和外来的投资来讲的话 对他们的这个投资的前景也是一个极大的一种改变 用行政手段改变的市场环境 是不是在政府撤销收费决定后就能恢复原状 图了三年超过六亿元的门票收入 当地政府是否也算过那些看不见的账 这暂停的收费未来还会出现吗 而这座美丽的古城在几天之后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游客呢 十号以后方便了老百姓高兴了 游客少要钱了也应该高兴了 他们自己游来游去看到什么就高兴了 就想买什么也就对商家做生意也要 生意要有点增加 凤凰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城市 而且非常好客的非常淳朴厚道的保留于那种传统的一个古城 那么就是说四个城门围成业收费之后 似乎是好像把客人系在城外一样的 所以说放开四个城门 让远方的客人尽情地在古城里面游玩 那是最好的 暂停这两个字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比如拿这两个字当一个梯子 先下一个台阶 否则一下子就取消 显然是对过去三年政策的一次打脸 等于自我否定 所以先暂停再取消 这是说法一 当然还有说法二 暂停就是要再试一下 效果好就永久取消 效果不好 钱收少了就取消暂停 恢复过去的做法 可不管是说法一还是说法二 都透着买的没有卖的经的这种经典古训的意思 却忘了另一件事 凤凰古城不是死经典 里面还住着人 这是生活场景 是活着的古城 这种情况下算账又该怎么算呢 凤凰古城始家弄二号 是七十一岁的满天宋老人的家 虽然以强之格就是古城最热闹的景点 但是老人的家却显得格外冷清 生在古城 长在古城 满天宋老人是地道的凤凰古城人 他亲历了古城从默默无闻 到如今成为热门旅游经典 也经历了古城从收费到不收费 三年前凤凰围城收费后 他的两个儿子都觉得太不方便便搬离了古城 那我的亲生也亲了 那凤凰的自尊家 他亲吃 他也有票 每票你也都在去打赠 很没法表 满天宋老人说 觉得古城生活越来越不方便 搬家的还有不少老街坊 院子越来越冷清 让在这儿住了一辈子的他也在考虑 如果有地方的话就搬出去 你这个景点 人家应该要到景点去 那没票是应该的 在古城里面呢 你怎么都有票呢 必须看到 凤凰古城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景区 跟九寨沟 跟张家界 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它是一种叫做传统社区性景区 也就是说是由这个古建筑聚集而成 形成的一种就是体现的是传统的 社会风貌的 然后又有居民还在那里生产生活的 就这么一种景区 在刘思敏看来 凤凰古城这样的传统社区型景区 核心价值在于古城风貌 以及古城所特有的氛围 然而围城收费后 古城原有住户搬迁 传统生活方式消失 商业氛围浓厚 让很多游客感叹 淳朴的凤凰古城有点变味 实际上是应该重点 作为目的来发展度假休闲业态 结果把这个古城封闭起来 然后进行验票 对当地居民的干扰 对文化生态的割裂 对度假休闲业态的破坏 一方面是舆论和游客 对古城收费的反对 而另一方面是古城管理者 要解决交通拥堵 市场混乱无序等问题 都需要钱 这也是三年前凤凰古城 毅然决然围城收费的原因 刘思敏说 大家在指责凤凰古城收费时 并不知道我们的古城 其实都在收费 这些古村古镇古城 全国全是收费的 只是收费的模式 有收连票 收大门票 还是单个卖小经典的票 它方式有所不同 而且那些西地红村 周中 因为城民比较早 收费的时间比较早 而且门票问题 还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 的情况下 它就收了 大家有温水组情况 也就接受了 无论是景点门票 还是所谓的古城保护费 目前古城 这类的传统社区型景区 更多的都是依靠着门票 带来经济支持 本周凤凰古城宣布取消围城收费 也依然保持了九个收费景点 游客 援助居民 对这种模式 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和意见 所以我们也是根据他们的意见 进行一个调查研究 风险评估 做出这个组定 对于旅游收入 占了财政收入重要部分的凤凰古城 取消围城收费后 经济收入不能支撑管理费用 也让很多人担心起来 因为政府虽然放弃了围城收费 并不应该放弃旅游市场的主导 但是钱从哪里来呢 依托这个吊胶楼 依托这个就是山光水色 那么我就会发展我的休闲经济 度假经济 因为旅游的本质是寻找差异 那么让游客在这能找到差异 然后能够在你这种氛围中流连忘返 他就会留下消费 凤凰古城之所以被称为最美小城 一半是因为风光 而另一半则是他的文化 是古城民众千百年来 创造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 这就要求古城是一个开放的社区 更好的长线 留住原住居民 原汁原味的生活场景 凤凰古城这次取消围城收费 希望是意味着当地改变盈利模式 当然也给别的景区 特别的社区性景区提了一个想 你就不要再走这样的弯路了 也就是说对于这种规模 达到一定程度的社区性景区 你根据国际经验 也包括中国发展的经验 你就是应该走旅游目的地 发展的一个战略 看似一个简单的门票 一个148块钱的事 却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 去的没去的 想去的不想去的都关心 其实在这大门票的背后 是当地管理水平 与管理思路的一种考验 也是低头数小钱 还是抬头看大钱的博弈 更是一个景点 与远方游客的情感交流 但愿这次暂停大门票 是当地管理思路的调整和升级 让凤凰古城不再是个 被大门票围住的围城 而是开放更有活力 也更有大效益 并且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古城 在线较十亿小时 挣万元收入超网红 本周一则刷爆网络的新闻 让物理辅导老师网语瞬间火了 一节标价几块钱的网络课程 因为互联网中成百上千学生选课的巨砂成塔效应 网语赚得盆满钵满 上课要幽默 课件拼实力 在线教师中除了像网语这样的校外辅导老师 还有一部分来自公办学校 支持者认为 这能让边远贫困的孩子也能聆听名师授课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公平 有何不可 而反对者则称网上教学等于有偿补课应该禁止 而针对公办老师有偿兼职 更是早有规定教廷 面对种种观点 网语坚定地认为 线上教育能让更多人受益 这才更符合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不是这场意外 32岁的他下个月就将和丈夫迎来第二个孩子的降生 然而 一次与护兰的致命接触让一切戛然而止 那天 已有八个月身孕的他或许是因为身体不适 想靠着护兰休息片刻 但突然失去的平衡 竟让他的颈部滑向八厘米宽的缝隙处动弹不得 当路人发现并试图解救时 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面对缺失科学设计标准的危险护兰 这位年轻的孕妇并不是第一个用生命发出警告的人 但为什么始终没有改变悲剧的发生 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安全性与人性化 似乎早已成为管理者的共识 但纸面上的理念为何总在一个个细微之处无影无踪 为了获得三十万元人身意外理赔款给自己治病 身患重症的楚先生没有想到 母亲竟会从出租屋的阳台上纵身跳下 而逝去的老人恐怕更没预料到 这份保险其实已经过期 况且自杀本就不在理赔之列 这场令人震惊的悲剧随即引发社会公益组织的关注 在贫困和疾病中已经挣扎了十年的楚先生 也因此得到救助和治疗 而直到此刻他才知道当地一家基金会早在三年前就发起 专门针对这种疾病的公益项目 并以帮助二十多名患者实施手术 如果公益组织早些知道自己的境遇 如果自己早些发出求助的信号 每一个如果的背后或许都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而未来像楚先生这样的信息孤岛又该如何连通 不再留下一时的糊涂和永远的遗憾 年轻的妈妈懵懂的孩子 红色的玩具车 还有一位大妈正坐地不起 满脸愁聋 嘴里念叨着什么 这是一段所谓的车祸现场视频 虽然只有十几秒也没有标注发生地点 说明事发原因和结果 但还是有不少网民急性当起了判官 大妈是撞车党 竟碰玩具车的词 真是碰词新境界 可没过几天事情却发生一转 经证实大妈被女孩父母送医院检查 确实受了伤 还是粉碎性骨折 这位躺在病床上的79岁大妈一直强调 自己不是敲诈勒索 还婉拒了女孩家人更多赔偿的提议 并表示可以照顾好自己 迟来的真相最终还给了大妈一个清白 而在以快著称的网络上 一场我们欠给大妈一个道歉的活动已经展开 又一次逆转风波似乎就此平息 只是不知这位大妈饱受委屈的内心是否已被抚平 生活中很多事都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 网宇这个民族突然被人议论 其实有偶然性 因为像他这样的网上老师可不少 但偏偏是他被抽了出来成为焦点 可这偶然又一定有必然 互联网时代网上他不去讲课不可能 也许今天议论网上天价教师 就像两三年前议论网上打车一样 但是今天网上打车已经拦不住了 得顺势而为的发展并且定规矩 那么今天的网上讲课呢 一名年轻的孕妇突然死亡有偶然性 但城市中公共设施的设计 如何更安全更人性化 还真是必须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否则悲剧还会必然的发生 好了 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 他带着中国队终于出现了 而出现的过程有偶然 因为对手全都帮忙 但是也更有必然 因为我们自己赢了 3月29号 中国男足以2比0的比分锁定胜局 赢得对阵卡塔尔的比赛 虽然这场胜局把中国队带入的 只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12强 球场内外的中国球迷 却享受到了久违的欢愉 因为距离上一次国足晋级 失于赛亚洲10强已经15年 而在之前国足晋级 近乎无望的情况下 率队奇迹生还的主帅高洪波 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特别急到 出锅了 大多数人的医疗 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 高尔导对我们这支球队的改变是很大的 我希望我们能一直这样走下去 我觉得中国队终需要一些稳定的一些东西 出任国足主帅还不足60天的高洪波 在西安比赛后的去留问题也不断被媒体追问 今年1月初 外籍教练佩兰 因为世界杯预选赛的糟糕战绩遭遇下课 中国足协发出海选公告为国足选帅 40多位海内外教练报名 毛随自荐的高洪波 最终被足协敲定为主帅人选 外队参加接下来两场迫在眉睫的亚洲区域选赛 同时足协将继续进行国家队主教练选聘工作 因此本土教练高洪波的此番上任 被评论认为是中国足协迫不得已 却有最为合理的选择 而高洪波更像一名救火队长式的临时主帅 这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40强小组赛最后一战 目前中国男足的形势非常严峻 我们只有战胜对手才能向前走 下两场比赛的冲冠 只有高洪波能胜任 别的教练再棒他来不了 他不可能了解这个队伍 高洪波水到渠成 他应该在这时候战出来 因为中国国足在世界杯预选赛极为不利的开局 让很多人对接下烫手山芋的高洪波并不看好 但就是这个临时过渡的国产教练 却率队以两战全胜胜计闯进亚洲十二强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义 也赢得了球迷的空前支持 事实上这已是高洪波二度出任国足主帅 他曾在2009年到2011年执教国家队 也是二十多年来 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历史上 为数不多的本土主帅代表 自1992年 施拉普纳作为首位外籍教练来到中国后 至今已有七位洋教先后挂帅中国队 却似乎也接连遭遇水土不服 2009年年初的时候 中国租协就新的领导上来之后 需要为国字号队伍选帅 当时的背景是租协的经费是有限的 希望找本土教练 最后是高洪波上来了 当时上来的时候 订的是那个最初的时候是五十万 到后来是涨到了一百万 人民币税钱的 2009年 中国男足以提前出局南非世界杯预选赛 在当时足协换届 缺钱又缺人的情况下 高洪波通过竞聘接手球队 成为中国足球三十年以来最年轻的国足主帅 被认为低调务实的他 此前担任过国足助理教练 带俱乐部拿过国内联赛冠军 在高洪波的带领下 国足一度获得了热身赛之王的美誉 还曾在东亚四强赛中 三比零大胜韩国 终结32年的孔韩正 并夺得该赛式冠军 中国国足国际排名 也由108位上升到69位 后来因为亚洲杯的失利 高洪波在带队备战 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前夕 中国足协愿用千万高薪 聘请外籍教练 高洪波黯然交出率印 我找老外跟中国足协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 我中间什么东西都以合同为处 但是如果是中国人跟领导 它就是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因为过去一段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足球就是没有沉浸 其实中国球员也好 或者是中国的本土教练也好 他们都有一种情怀 不仅仅仅只是一个高洪波 其他很多中国教练也都愿意请他 曾有球迷打出标语 高指导可惜你不姓杨 中国足球重金请来的杨教练不乏国际名帅 薪资也是水涨船高 但除了2002年米卢带队闯入韩日世界杯之外 大多都草草收场 接替高洪波职位的卡马乔 顶着前黄马主帅光环而来 年薪高达280万欧元 但他的仓促接手 让国足最终错过2014巴西世界杯出现权 而后来接连的糟糕战绩 卡马乔最终被中国足协提前解约 接下来出场的 则是岌岌无名的法国教练佩兰 因输掉世界杯预选赛比赛 最终被炒掉 而曾经壮志未愁的高洪波 也终于等到他回归的机会 开始带这支队 首先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整个这个队伍的团队 凝聚力 因为中国足球现在 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 我们可能更多应该采用农耕法 或者是种树法 五年后 暂回国家队主帅位置的高洪波 不仅帅国足扭转局势闯入2018年世界杯亚洲十二强 也让原本去留未定的自己最终坐稳帅位 足协在周五宣布 决定正式聘请高洪波 作为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带领中国队继续征战亚洲区十二强赛 今年已经五十岁的高洪波 球员时代曾代表中国队征战国际赛场 取得不俗战绩 而今作为国足教练期待为中国足球带来改变 未来他又能带中国队走多远 体育比赛是拿成绩和结果说话的 高洪波在自助与天助的结合下拿到了出现权 你似乎没有不让他继续当主教练的理由 否则此时的球迷可能还不干 更何况离十二强赛开战没几个月的时间了 不换帅似乎于情于理都合适 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足球选洋帅恐怕还是对的 我们得承认咱们的足球是落后的 于是你就得有开放的决心 当然选帅的过程你得民主 说中国是世界第一快递大国肯定不会错 而且应当领先第二无数的距离 不信您看看这组照片就行了 但我在这组照片上想说的可不是第一 而是中间蕴藏的一个大问题 目前中国因为快递众多 一年耗费胶带170亿米 对是170亿米 包装箱99亿个 相信您都接到过过度包装的快递 而且人家并不负责回收 你拿出货品搁一会儿 胶带泡沫塑料连盒子一起当垃圾扔了 可这些东西好多都不能够降解 慢慢要转化成环境的灾难 接下来如何避免过度包装 这垃圾分类是否在快递业大发展的前提下 也得提速了 好 接下来走进本周特写 它也与快递有关 骑着电动车或摩托车 在大街小巷风驰电车 随着网络订餐的兴起 外卖小哥也成了一道风景 但如果看到他们在道路上的行驶状态 又会不由的为他们捏一把汗 你一边往手机一边送 我能行一边 送餐的这些人比较困难 然后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开开车 突然间就拐出来让我们受不及防 然后就是很危险 满洲 在青岛交警的集中整治行动中 外卖大军成了重点检查对象 红灯逆行 边看手机边骑车 危险行为比比皆是 40分钟里 执法人员查扣了 11辆推法行驶的摩托车 其中大多数是送餐车 这些车不仅证件全无 车况也令人开忧 有的仪表盘破碎 有的只剩下一个后视镜 车子来路也非常可疑 有车牌吧这个车 没有 这都是在那个二手摩托车市场买 海伯桥那吧 在海伯桥那买的 二手的 买的时候就没有相关的 什么行车证之类的手续 没有 多少钱买了 400块钱 车无牌照 人无驾照 这可以说是绝大部分送餐员的写照 外卖行业需求旺盛 准入门槛低 送餐员的收入和送单数量直接挂钩 时间就是金钱 但对城市交通来说 横冲直撞的摩托车和电动车 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引发的交通事故数量也在逐年上升 你看这部分摩托车吧 大部分车况也不好 也没有购买保险 发送交通事故吧 也不会就是有的 这个因为没有车牌的限制 就是不会主动停车来处理 给我们后期就是处理交通事故 也造成了这个这个这个 很大的困扰 同样是以快为生的行业 如果说外卖小哥为章是个人行为 送餐的电动自行车 也可以通过上牌照来洗白 那么快递小哥受到的冲击就更大了 因为他们使用的电动三轮车 压根就没有合法的身份 深圳从3月21号启动了史上最严厉的禁模限电整治行动 对超标电动车进行查处 据深圳当地媒体报道 已有四家快递企业近800辆快递三轮车被扣押 近50名快递员被拘留 甚至还有快递员与执法部门产生冲突 深圳警方表示 根据现有国家标准 所有的电动三轮车均属非法拼装改装的机动车 是不准上路行驶的 抓那些载客的 我们是不反对的 是吧 我们的快递是正规企业 应该给我们一定的生存空间 是吧 深圳一家快递公司表示 因为三轮车被扣押无法送货 该公司已有上千名员工提出辞职 包括积压如山 据中国快递协会估算 目前全国各类快递末端车辆中 电动三轮车大约有15万辆 唯一的行业标准是 2014年9月国家邮政局发布的 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 但即便是符合这一标准的车子 也还需要配额才能上路 近几年 快递业飞速发展 快递车型 从两轮到三轮 从车旁绑包裹到相试车斗 更新升级迅速 但车辆配额却止步不前 这让不少快递公司不惜冒着风险 使用未备案的电动三轮车 从12年到现在 我们快递行业 获得了交警部门 给予的 有一万三千部的配额 那么这个配额的分配使用呢 是由我们既有经营资质的 经过邮政管理部门审核的快递企业 以品牌来申办 目前我们超过七万个快递员当中 从事一线收头揽收的快递员 应该大约有四万元 所以按照目前2012年 给予的指标呢 跟我们现在的需求 还有很大的差距 似乎每次电动车整治行动之后 快递小哥都会用奇葩的方式回应 2015年双十一前夕 内蒙古呼和浩特整治电动车 快递员起码上街送货 今年三月河南郑州的整治中 出现快递员拉板车送货 还有用框抬的 用推车推的 堪比行为艺术 交警部门也是为难 不整治 道路安全有隐患 整治了老百姓又有怨言 目前全国每年的快递量 超过140亿件 预计在未来还会翻番 再加上日益兴起的外卖送餐服务 电动车的需求量紧喷式增长 对送达速度和效率的要求也更高 之后的法规 能不能跟上这非一般的速度 关系百姓日常生活的最后一公里 可别让它慢下来 这个周末正逢清明节 又是季嫂的高峰时间 而每年到这个时候 社会也才会用更大的篇幅 去关注一下 生老病死当中的死这个字 不仅是死不起这个话题 年年关注也同样该思考 生如下花灿烂 死如秋叶般静美 该如何做到 更重要的是 在亲人在世的时候 如何更好地尽孝道和睦相处 好了 下周的事 咱们下周再聊 先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